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苗注射率仍偏低 北京声称已与欧盟达成共识继续推动电动汽车价格承诺的协议谈判 拜登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116亿澳元军事援助 扎连斯基 感谢继续支持 全国的猴斗感染达到新高 自从7月以来 绿德的个案飙升了570% 而疫苗注射率仍偏低 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显示 今年全国绿德724宗感染 其中接近5成半在新州 3成半在维州 而全年700多宗里有616宗 是在7月以来 绿德显示出正在快速蔓延 而除了两宗之外 所有感染者都是澳洲男性 主要是性小众社群 而新南威尔士大学进行的调查发现 在4,000多名同性戀及伤性戀者里 只有42%打了防疫针 在国际方面 中国商务部强调 北京已经与欧盟达成共识 继续推动电动汽车价格承诺的协议谈判 并且致力透过对华初商达成双赢的解决方案 发言人何永浅表示 中国商务部长黄文涛上星期 已经在欧盟总部就对华电动汽车反保贴案 与对方进行全面、深入和具建设性的磋商 双方也明确表达会通过协商 来解决分歧的意愿 他有补充指双方技术团队 正按照会谈的明确方向 就价格承诺方案进行磋商 争取在最后限期之前 就解决方案的框架达成共识 而查默斯在北京展开官式访问 成为七年来首位访华的澳洲财长 他与中国国家发展及改革委员会主任 郑珊杰杰会面后 将与其他财政官员进行磋商 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后复甦缓慢 澳洲的煤矿和铁矿出口也受到影响 但中国仍然是澳洲的最大贸易伙伴 查默斯对澳洲关系的前景表示乐观 查默斯说环球经济状况 因为环境、科技和地缘政治的戏剧性转变而改观 现在更需要继续互相合作 因为要齐心合力 才可以成功应付世界的动荡和转变 为人民创造新一代的繁荣 而今个星期白宫提出对中国汽车技术的禁令 澳洲政府表示正在关注 科技专家认为 美国对这些技术的顾虑并非无根据 美国商务部表示 考虑到国家安全将会禁止含中国生产软件和硬件的汽车 在美国行驶 可能导致几乎所有中国车都不能再进入美国市场 商务部指中国能透过网络控制车上的设备 甚至能远程控制和关闭汽车的运作 所以由私隐、基建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疑虑 而科技专业人士罗征永向SBS广东话表示 这个技术上是确实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将来更多汽车有某程度 这个是可以的 其实有几部份几样东西可以发生 譬如将车撞车 或者是涉停车里面那些人讲的东西 或者去过那边 那你可以拿了这些分别的资料 或者你将车来做武器 就是将它撞向某些目标 这个都是一个有些杀伤性的 可以做得到的东西 不过罗征永也指除了中国 他相信其他国家越来越多汽车生产商 都具备这些技术 而澳洲政府表示正和美国保持接触 密切留意可能对中国制汽车的禁令 在SBS中文网页上 我们会有更详细的报道 香港区域法院法官就立场新闻 发布煽动刊物案判刑 前总编辑中沛权被判监21个月 前处任总编辑林兆彤获减刑后 无需服刑当庭释放 而立场新闻母公司被罚款5000元 法官指 案中11篇煽动文章发布时间 大部分处于民众最不信任政府和警队时期 形容文章伤害性相当严重 判监是唯一选择 法官有强调不接纳被告 以履行新闻工作报道职责作为减刑的因素 澳英美安全协定签署国的国防部长 在伦敦会面 今次是三个联盟国的国防部长 首次在美国境外进行澳英美安全协定会议 协定目的是巩固在印太区内的战略伙伴关系 澳洲国防部长马利士指称 获得核能潜艇将会是澳洲军事史上 最大的进展之一 马利士说在英美协助之下 以最佳途径获得核能潜艇功能 是历来第二次国家之间的科技转移 第一次当然就是 当美国将同样的科技转移给英国 澳洲很了解当中的意义 他说对澳洲来说 获得这种军事力量是极为重要 SBS电台新闻报导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访美期间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会再向乌克兰提供110亿澳元的军事援助 协助对抗俄罗斯 扎连斯基就对美国的继续支持表示感谢 扎连斯基说感谢美国从俄罗斯进入可怕入侵的第一刻就开始 和乌克兰并肩作战 他又说美国的决心对乌克兰能够取得胜利是非常重要 他也感谢双方签订强而有力的安全协议 并指协议将会很快全面实施 扎连斯基到访美国期间 也会向拜登总统和副总统贺锦丽提出一项 有助于逼使俄罗斯透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的计划 而扎连斯基疑似不满特朗普的言论 而取消和对方会面 也引起美国共和党不满 在此之前 特朗普曾经在竞选活动期间 公开指责扎连斯基是令人讨厌的诽谤者 又说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 就不会继续资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拒绝按国际间的呼吁 向武装组织真主党停火 并且说会指示军队继续全力作战 随着黎巴嫩的战事升级 当地自从星期一以来 录得接近700人死亡 随后包括美国、法国和澳洲等国家的领袖 呼吁双方临时休战 不过以色列外长就拒绝接纳 纳坦雅胡也表示 只要真主党的战斗能力一日未被摧毁 以及逃去北方的以色列人一日未重返家园 他们都不会停止攻击 澳洲政府继续敦促身处黎巴嫩的国民 要立即乘坐商业航班离开 因为以色列已发出地面入侵的警告 再看本地 澳洲竞争及消费者公署正在调查超市的运作 披露了到目前为止的发现 调查显示澳洲的超市零售业是一个极度缺乏竞争的市场 Coles和Woolworth占了全国六成七的超市销售量 公署又发现大部分接受访问的低收入家庭 超过两成的净收入要花在集货上 总理艾巴尼斯年初的时候 要求竞争及消费者公署呈交初步报告 终结报告将会在明年2月完成 西澳当局将会在帕斯的Bankshire Hill 青少年基留设施附近建造一个1亿元 高度设防青少年基留中心 将取题在Catharina监狱的18号青少年囚室 而会适用于不能安全基留在Bankshire Hill的高危青少年 州政府撥款1,150万元落实新中心的规划和设计 将会有30个基留位 上个月一名17岁元住民青年在Bankshire Hill 基留中心里死亡 另外16岁元住民男童多德 在去年10月在Catharina监狱的18号囚室死亡 西澳程教事务厅长帕帕利亚声称 两个设施的情况已改善 不过最终会有一个专门建造的设施 达到更高的目标 3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上年8月在北领地 提惠群岛军事演习中丧生 提惠群岛居民 为死者家属在达尔文 又准备举行一次最后的告别仪式 提惠群岛传统土地持有人 赫兰西表示 此举是为了纪念在他们土地上 逝去的性命 赫兰西说 达尔文会想在此举行这个仪式 因为他们希望家属可以和自己 已经逝去的自爱好好的道别 因为自从事件发生后 他们都没有这个机会 死者家属将会前往提围群岛 参加最后的告别 一个名为Pukamani的仪式 体育消息 澳洲游泳新星麦基雍 继奥运后在亚德雷德举行的澳洲錦标赛 在100米贝泳短词赛创下世界纪录 一位23岁的选手上个月在巴黎 奪得五面奖牌包括两面金牌 在今次南澳的比赛 他以54.56秒刷新纪录 这个纪录是超越了 另一位澳洲选手亚斯顿 五年前在国际游泳联赛 布达佩斯的赛季所创下的54.89秒纪录 财经消息 昨天澳洲200籍成份股指数收市8203点 上升77点 总成交易71亿元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 42175点上升260点 恒商指数昨天收市19924点上升795点 上证织合指数昨天收市3000点上升104点 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893 对港元5.3624 对人民币4.8326 澳洲今天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18度 墨尔本渐转天晴17度 布里斯本骤雨渐散21度 帕斯有骤雨19度 亚德雷德阳光普照22度 河伯特间中密云17度 坎培拉阳光普照16度 达尔文大致有阳光 最高气温33度 新闻财经及天气已经报道完毕